今天在学校遇见一个超级漂亮的女生 我的理想型我要去搭讪 你好同学 我想问一下那个童木楼怎么走啊 童木楼在那 那边吗 你去童木干嘛呀 我就童木的 你就是童木的 那太巧了 我是童木新来的大一的学弟 能加一个微信吗学姐 大一的 新来的 李夏儿学弟 那时候叫李夏儿呢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今天应该是大二啊 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 你今天加了我微信 我还记得你 一年住了三个女朋友 发泡圈点赞了呢 你微信叫啥呀 你微信叫啥呀 告诉我呀学姐 下次见着我再告诉你吧 拜拜 你淡淡的发生是迷人的你 you know 不愿意是迷人的你 这不是那个漂亮学姐吗 这不是那个漂亮学姐吗 旁边的男人是谁 难道是她的男朋友吗 哎 拜拜 他走了呢 他走了 真巧啊 这谁呀 我 学长 你学长 学长 学长出来陪你吃饭了 对啊 碰到我吃一口 吃醋了李夏儿学弟 我吃啥醋啊 我有啥资格吃醋啊 也是 那理想学弟 反正一年出三个女朋友 哭哭发疯犬亲自 别说了 别说了 那不是我 真不是啊 真不是 不行 你有对象吗 猜 那还让我猜呢 我不猜 小大的学姐的事啊 为啥呀 又是 学姐不跟小弟弟谈的爱 我 我 我是小弟弟吗 嗯 不知道 可能是吧 您可不可不去那边买杯水 啊 不用 他然后买水 可甜 那个学长 也喜欢他吧 就 就喜欢学长 吃完了吗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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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送你回警示 别送我回警示了 我给你去个地方吧 好吗 好吗 我会先走 我怎么回来了 我的爱 definitely 看我回来了 我没看见